說不上愛別說謊 就一點喜歡 說不上愛別說謊 別創作感慨 我不知道看到她的樣子 還看到她的真人 歡迎JC Hello 這位樂壇新朋友 一出的時候 大家的焦點都放在 不見樣子 或者又不見樣子 很多談論都放在你的宣傳手法上 但最終都看到你 在Leon黎明的演唱會 都給大家看到你的演出 先問的第一條問題就是 你對於這個宣傳手法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宣傳手法都蠻好的 因為可以讓人專注在我的聲音上 因為我覺得這個社會上 太多人對一些歌手 或者藝人的外貌 太多批評了 我想如果我可以 不露樣地出來 人們就會先聽聲音 真的可以認真地 認識我的聲音 到真的看到你了 你有沒有留意網上的談論 有 他們說什麼 多數都是說我的 很精湛的字尾 有沒有預計得到 其實也真的 應該也有 也會想到 一些人可能說我的樣子很像小生 JC是你真名的簡社 還是唱片公司的設計 真名的簡社 我真名是Jennifer Chan 所以就是JC 所以一樣是剛好找到 全部是J系 大家都是這樣說 不少朋友說這位新人的聲音 有點黃小虎的味道 或者那種滄桑 也有Alicia Keys的那種感覺 你自己又怎樣看 我覺得 也是 我的聲音是偏成熟一點 但是 也是 我本身也是喜歡聽這類型的歌手 或者我自己喜歡這類型的聲音 可能我就會不知不覺 我自己唱歌也會變成這把聲音 那你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是選擇哪一類型歌手的歌多 可能是你剛剛所說的幾位歌手的歌 Alicia Keys也有 If I Ain't Got You 那些 英文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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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就有兩首歌 見街了 終於發台了 網民也有他們的聲音 你自己對自己的成績 或者對自己的演唱 又怎樣看呢 我覺得其實是 其實 有什麼感受 我覺得其實挺慶幸的 因為第一首歌 反應也算不錯 但 在這個世代 出一首歌 可以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難得了 雖然也會有不少人給我的批評 我都會覺得 挺好的 有批評這件事其實是好的 我都會接受 我都會聆聽 我都會因為這樣而改善 例如有什麼批評 你也放在心裡 我要再做好些 可能有些人會說我太多技巧 我都會做好些人 我都會覺得 就再改善一下 看看如何可以在技巧和情感方面 做一個平衡 你看不然喔 說不想愛 別說謊 就一點習慣 說不想恨 別糾纏 別創作感慨 像一切都體諒 像一切都原諒 我嘗試找答案 而答案很簡單 簡單得很遺憾 因為成長 我們比不太要習慣 因為成長 我們忽而間鎖散 就散